凯特公布首张禁照 写维尔士三宝出镜 一切阴谋论都烟消云散 手术后凯特一直在温莎的家中养伤 只被拍到外出一次 但是却被公众识破是替身 如今迎来了母亲节 凯特王妃终于发布了首张禁照 的确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肯辛顿宫发布了凯特首术后首张照片 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发文感谢民众和粉丝的支持 表示这段时间自己一切都好 身体康复后就会返回工作岗位 不得不说英国王室这次有高人指点 以母亲节为契机 公布了凯特的最新照片 佩文是祝全世界的母亲节日快乐 威尔士三宝也一起出镜 自从凯特王妃生病住院后 外界的流言蜚语不断增加 电台出无数个版本 即使肯辛顿发布多条病情通报 但是大家宁愿相信小道消息 也无视官方的通报 去年圣诞节庆典 是凯特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已经人间蒸发两个多月的时间 上次的路透照是美国八卦小报发布 并没有什么权威性 甚至外界纷纷认为是替身 如今肯辛顿终于行动起来 发布了凯特的高清禁照 外界的流言蜚语瞬间消散 阴谋论也彻底被击碎 仅仅消失两个多月 凯特就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也让王室见识到他的威力 此外 肯辛顿发言人还强调 凯特的手术很成功 目前正在稳步康复中 喊了一个多月 网友都不相信 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越来越猖狂 不得已才发布了凯特的进程 由于是官方发布的照片 可信度极高 可以断定凯特现在状态不错 再跟威尔是三宝欢度母亲节 其实之前就有媒体爆料 英国王室会好好庆祝母亲节 以此为契机匹遥 果不其然终于放出了这张亲子照 真是让人欢欣鼓舞 这段时间粉丝都担心坏了 不断给英国王室施压 如今总算是看到了结果 心里的大石头也落地了 威尔是三宝长大了许多 乔治王子成熟稳重 夏洛特出落地更像伊丽莎白女王 路易王子还是家庭里的颜值担当 到了换牙期变成了小货牙 反而显得俏皮可爱 这段时间风言风语很多 舅舅家里登上节目爆料 弟弟詹姆斯也宣布要出书 娘家人起心协力给王室施压 现在终于有了收获 王室发布了凯特的最新照片 不少读者都在感慨 前脚舅舅宣布退出名人老大哥 后脚王室就晒出凯特的照片 或许暗中有什么协议 总而言之 娘家的施压奏效 凯特也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看来舅舅的爆料没错 凯特在王室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 现在还稍微胖一点 生病这段时间 凯特一直跟孩子们在一起 照片中的状态神采异议 或许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之前舅舅家里也爆料 也许凯特在复活节前有可能复工 如今看来的确有这个可能性 至少照片越来越多 复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小编也希望凯特王妃快点好起来 维尔是三宝需要妈妈的照顾 英国民众也很喜爱她 期待一起见证她登上英国后卫